2021年的9月28日 在一片欢呼声中 一列轻轨列车驶入位于沙特的加马拉车站 市运营的成功标志着卖家轻轨铁路实现全线通车 这是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建成的第一条轻轨铁路 也是沙特50年来第一条轻轨铁路 但这条里程不足20公里的高铁背后 却是中国高达40亿的巨额亏损 那么卖家轻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项目 中国为何愿意亏损40亿也要帮助沙特修建 今天小编就把这其中的前因后果跟各位观众捋一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在这里我们一起领略大国重器风采 感受科技前沿魅力 点赞 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奔赴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 卖家作为伊斯兰教的圣城 每年都会有上百万的穆斯林来此朝圣 给沙特的交通运输带来很大的压力 为了缓解这种交通压力 沙特政府决定专门修建一条通往卖家的高铁 要求单次可以运输72000名乘客朝圣 沙特不愧是石油大国 对于这个头号工程一出手就是200亿元 本以为高昂的承包费能迎来无数的竞标者 但现实是无人问津 门可落雀 这倒不是因为200亿不够吸引人 而是在沙特修建高铁的难度 让很多国家望而生畏 沙特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沙漠气候 夏季炎热干燥 最高温度可达50摄氏度 年降水量不超过200毫升 所以要在沙特修建高铁 必须克服高温和沙漠无人区 此外沙特地处沙漠地质柔软 地基没有一点承受力 再加上风沙的侵扰 所以许多国外公司都觉得这个工程有些吃人说梦的意思 但是中国基建狂漠的名号可不是吹出来的 一个小小的沙漠岂能吓催我们 2009年中国以17.7亿美元的低价 击败了沙特本土的建筑集团 一举夺得卖家轻轨铁路的修建权 当然这个价格是中国在精良的计算后得到的结果 但千算万算 唯独没把沙特自身因素计算进去 毕竟在沙漠中修建高铁 中国也是头一遭 所以才有了高达40亿的血本无归 问题出在哪了 首先就是员工问题 由于少算了沙特的实际情况 所以高温就成了施工队的头号敌人 超过50摄氏度环境下的体力劳动 国内很多工人都是初次体验 承受不来 年纪大一点的勉强可以坚持 经验不足的 没几天就把脚底烫出了水泡 但工程不能挺 所以不得不聘请沙特人帮忙 但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的沙特 这里的工人不仅工作效率低 且成本非常高 因为信仰的问题沙特工人只有得到国王的批准才能进入 更无奈的是 这些工人的工作时间有着强制明确的规定 相较于中国工人长达8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沙特工人只有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的短短2小时 才是他们的劳动时间 其余都是加班 且必须支付加班费 因为加班费的问题 中国还和沙特人产生了分歧 甚至差点发生了冲突 这时候中国已经意识到这项工程的难度被大大低估了 但硬着头皮解决完工人的问题后 又有了其他麻烦 此次项目是总承包的模式 且沙特方面规定必须采用欧洲的标准来修建 并且在设计订货采购等在内的所有环节 都必须按照欧洲的标准来完成 这让中国非常棘手 因为欧洲提供的材料远远超出了市场价 面对沙特方资金上的不足 中国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自掏腰包 另一方面 沙特的混乱管理 让中国在材料运输方面也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断货的情况时有发生 严重拖延了工期 更过分的是 沙特层层加码 不是要求缩短工期 就是修改设计图纸 这也是让中国超出预算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沙特属于甲方 所以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在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 沙特又把中国的工期缩短了两个月 虽然中国接建已经把大部分工程完成了 不过还是有部分沙特人民不理解 不支持 不肯为卖家轻轨项目让路 中国接建在异国他乡 算是遇到了丁子户 本身丁子户问题就比较复杂 加上中国方面和沙特的语言并不相通 导致沟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最终经过中国工程团队的艰苦奋战和积极沟通 以及解决问题的态度 位于圣城卖家和阿拉法特山之间的卖家轻轨铁路 终于在2010年11月正式投入运营 在通车剪彩仪式上 沙特高管纷纷表示不可思议 沙特媒体更是称其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由于修建难度实在太大 卖家轻轨铁路承包了世界三大之最 世界上设计运能最大 建设工期最短 室外温度最高的轻轨 虽说中国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赔进去了不少钱 而且其他的国家也都拿中国做项目 居然还赔钱这件事情 嘲笑中国傻 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 这条铁路建成之后 对于中沙两国的外交关系 有着怎样的意义 首先 中国之所以这么卖力的 为沙特阿拉伯建造高铁 就是看中了这条铁路 对于沙特阿拉伯的意义 一旦这条铁路建成 不仅有利于沙特阿拉伯的居民日常生活 而且还有利于巩固中沙两国的友谊 同时还能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让世界人民都认识到来自中国的力量 这条铁路能够运行 也证明了中国早就不是原来那个技术落后的国家了 现在的中国在某些领域 已经处在世界顶尖的地位了 虽然说中国在这个项目上赔了40亿 但是很快沙特阿拉伯就和中国又签订了一个高达600亿的铁路项目 此外沙特阿拉伯出于对于中国的信任 还把一个价值250亿美元的经济城项目交给了中国 这个项目就是邀请中国帮助沙特阿拉伯政府建立一个人工城市 这个人工城市建成之后 不仅对于沙特阿拉伯本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亚欧地带的贸易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小编前面也提到过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石油储量十分丰富的国家 这一次修建铁路的成功 不仅让中国接到了上面咱们所说的那两个合同 而且还让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政府成功签订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关于石油项目的协议 可以说中国虽然赔进去了40亿 但是从沙特阿拉伯得到的回报却是几十倍 此外中东各个国家也都看到了中国的实力 纷纷向中国发出了橄榄枝 小编相信在未来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并且和这些中东的石油大国长期的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 所以做事情一定要看长远 不能仅局限于眼前的利益 虽然我们在卖家轻轨这个项目上的确是赔了40亿 但是这个项目带给中国的产后效益绝不止区区40亿而已 因此在做任何事情时我们都不能看得太片面 一定要结合大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认为中国这40亿赔得值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小编互动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